松山文創园区 位于台北市信义区 建于日治时期1937年 前身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松山烟草工厂 后来由公卖局接手 更名为台湾省烟酒公卖局松山烟草 专制卷烟、烟丝及雪茄等烟草制品 松山烟草工厂是台湾第一座专业卷烟工厂 也是台湾现代化工业厂房的先驱 当时为台湾创造了相当高的经济产值 1998年因香烟需求量下降 竞争力下降等原因 松山烟厂停止生产 签并台北烟厂 正式走入历史 2001年 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第99处市定谷基 并于2010年正式转型定名为松山文创园区 松山烟厂占后种植大量植栽 景观优美是台北市东区最大的绿地 烟厂的中庭打造了一整座巴洛克市花园 整体材几何设计 混合中西文化元素 花园中间有一座喷水池为少见的三层水盘枝香槟塔设计 喷水池旁有许多体态婀娜的女性雕像 据说是以当时工厂女工的样貌下去雕塑的 近年来为了活化园区的空间再利用 结合了艺文、文创、设计等展演活动 除了展演活动 还有原有的古迹建筑 以及各式各样的特色文创商品 为繁华的东区添增不少艺术气息与人文色彩 不仅是年轻人喜爱的地方 也是适合一家大小一同游玩的好去处 记者林明燕在台北市的采访报导